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1月10日 本期视频我们想预测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二周 即从1月10日到1月14日股价的预测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一周股价走势的基本信息 那第一周的开盘价是1147.75 收盘价是1026.96 当周最高是到达了1208 最低是到达了1010 那全周它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辅值是198个点 那第一周的收盘是收在了 周线的十日均线的下方 五均的上方 量 当周的成交量是1.532亿 是前一周的接近1.5倍 KD值 KD值开口略有变小 双线方向继续向下 MACD MACD开口略有增大 快线向下的角度变大 那出现了更长的滤柱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当周的K线信息 那2022年第一周 形成的这个K线 是一个含上影线的长黑K线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实体是 涨幅是在 2.5%以上 上方有长的上影线 但这个上影线的长度 不能大于实体 嗯 那这样的 带上影线的 长黑K线 会出现在多头上涨 空头下跌 以及盘整 都会出现这样的线形 好 那这样的线形的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空方啊 强 那开盘后啊 一度上涨 但是在空方的力量的作用下 股价是一度下跌 然后在最低值的 这个附近收盘 好 这是 含上影线 长黑K线的定义和特性 嗯 我们接下来啊 结合 现在这个K线的位置 来做一些分析 那么 这个 带长上影线的 长黑K线呢 它是显然出现在 我们目前股价的一个高位 那证明上方的力量 是很大的 压力是很大的 并且我们会看到 下边抱有大量 并且这个量啊 是前一周的105倍 所以啊 呃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要续跌的一个 表现 那在接下来一周啊 有可能会出现新低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啊 目前 这个 这个在 周线上 它的 支撑位和压力位 首先 我们先来看看 支撑位 那支撑位 我们会看到 首先 到来的支撑 啊 比如 今天开盘以后 会生成一个新的 五菌线 这个值 是周K的五菌线值 那 应该是大概在 1025附近 这是第一个 支撑位 嗯 显然这个支撑啊 呃 没有足够的力量 好 那接下来的一个 支撑位 我们会看到 下方有一个 20菌纸 那这个 20菌纸呢 呃 有可能是在 呃 960的附近 嗯 那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 将是 它的 下一个支撑 并且这个位置啊 有可能是一个 强支撑 那为什么呢 一个它是周K的 20菌 那还有一个点呢 我们回到日线图 来看一下 在日线图里边 我们会看到 下方是有一个缺口的 而这个缺口的 上沿的这个值是 957.05 嗯 是在 数值在这个位置 哎 对 那么这个 957.05啊 这个缺口的上沿 和我们 周线里边的 周线里的 今天新生成的 这20菌 大概也是在 这个位置 所以啊 这一点 应该是 本周 的一个 强 非常强有力的 一个支撑 好 我们再来看看 上方的压力位 那上方的压力位呢 就是今天 开盘以后 会形成一个 新的周线的 实均值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 1050的附近 那也就是 这是它的第一个压力位 嗯 那么 接下来的压力位呢 我们可以向上去看 接下来的压力位 比如说 我们自己画的这个 经线的 这个上经线 这个位置 也就是 1102这个位置 有可能会成为它的 第二个压力位 嗯 第三个压力位 就是我们 这个 第一周的 开盘价 也就是1147 附近 嗯 再向上 当然是我们 上一周创的一个新高 是 近期的新高啊 是1208 对 那么 上方的压力位是这些 好 那 分析完 这个支撑位和压力位啊 我们做一下本周股价的一个预测 嗯 我们的预测啊 嗯 它很可能会下跌 但是我们认为它可能应该是一个盘整的下跌 而不是说一种股价下跌的一个趋势 啊 因为这个下面这个20均值是一个强力的支撑 所以我们判断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啊 本周会是下跌盘整 对 我们判断近期它都是在盘整 是下跌盘整 那如果是下跌盘整 那当周 会 比如今天开盘 会 高开 然后最高 它会测试 1105 对 1105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自己画的这个上径线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最低 它会测试下面这个20均值 应该是在958到939的这个区间 那有可能它会瞬间啊 跌穿这个20均的这个 这个值 嗯 对 然后呢 收盘会收在 1050附近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 对 对 我们希望它是站在新生成的五均值的上方 嗯 1050附近 对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 我们认为它可能会横盘盘整 呃 也就是说 本周的股价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那它可能会平开 然后最低会测试1010 对 1010 也就是上一周的最低点 嗯 然后呢 收盘会收盘在1090附近 在这个地方 会收盘在这里 然后最高 有可能它会测试 上一周的开盘 也就是1147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第二可能 当周会出现的K线是在 这个 上一周的最低价之上 和上一周的开盘价之下 啊 生成这样一个K线 也就是我的股价可能会继续做盘整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二周股价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